历秋后,灶气盛,脾灶,嘴唇干,肺灶,鼻腔干,干燥,眼睛干,教你正确调。 虽然很多地方还是很热,但是前几天过了历秋节气,已经正式进入秋天了。 咱说过,中医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,那么秋天的特点就是灶。 这个灶气影响人体,就容易出现耗损经验,出现一系列问题,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 首先,皮皂嘴唇干,最明显的是有很多孩子,一到秋天老是舔嘴唇,舔的一圈都是黑印子。 中医说,皮开窍于口,起滑在唇,这种人就是皮的经验不足了,多还会有胃胀,胃力隐隐约约不舒服,知道饿,但是不想吃饭,大便干燥等症状。 这种人可以参考一个沙身麦冬汤来补益经验,然后是肺皂鼻腔肝,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,一到秋天就感觉鼻子肝,口肝,终于说肺开窍于鼻,肺的经验不足,不能上润鼻腔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 多还会有口肝,想喝水,肝壳少痰,甚至是发热等问题,这种人丧性汤就比较合适。 最后是肝皂,肝皂其实说的就是肝的经验不足,肝开窍于目,我们的眼睛需要肝阴滋养,肝的经验不足,眼睛缺乏滋润, 就会出现眼干眼色,甚至是眼花模糊等问题,多还伴有手脚抽筋睡眠等问题,这种情况,七菊地黄汤是首选。 好了,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,但是要提醒大家,用药一定要谨慎,如果你有需要,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用药。